不好意思 政委 想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日本這邊現在比較關注的是說 您現在做數位政委 差不多三年多以來這樣 因為是很新的挑戰 也是個全新的那種 就是對日本來講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職位 您這三年多以來 您覺得就是 您的一些自己對自己的一些評價 還有就是您現在達到一些什麼東西 還有希望可以再加強的部分 您可以再跟我們說一下 謝謝 我要看著哪邊 你們的錄影機是那個 還是看著你 那邊看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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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看著 在三年之前 當時我們提到數位 尤其是數位的民主 有相當多行政院的朋友們 還是抱持著一種有一點擔心 覺得好像有一個hashtag的話 就是有一個主題要簽的話 說不定就五十萬人就上街頭啦 二十五萬人就在這個擺出一個什麼 什麼銀色十字啦 或者之類之類 這些都是二零一三一四年實際發生過的事情啊 那所以在台灣大家聽到這種線上的民主的參與 就行政部門來講還是會覺得說啊 那其實是有點害怕有點擔憂的 所以我當時特別點出一個點說 我的工作是要擔任公譜的公譜 意思就是說去幫助所有的各部會 再看到這樣子線上集結成的力量的時候 能夠把這些很多時候是很憤怒的一些 甚至一些負面的一些能量 能夠轉化成共同創造的能量 那也就是說 不是會炒的就是有糖吃這個的話 對這個行政部門負擔很大 而且會炒的進廚房一起做糖吃 那一起炒糖吃啦 就是從口部的炒麵或補的炒嘛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對於保學軟體意見最多的朋友們 到最後一起做出今年的保學軟體 或者是說對於我們的登山的這個管制啊 或者是登山的政策啊 對很多批評指教的朋友 那一同貢獻了現在有一個一戰式的登山 跟向山資金的這個登山的政策 那不管是地方的事務 有所謂的地方創生就跟日本相同 或者是全國的事務有所謂的就是線上的參與 現在已經有到一千萬個試用者 那也已經接近我們人口的一半了 再再都表現出來說 各個部位的朋友 現在你如果問他 那開放政府會不會給你很大的壓力 他們就會覺得說 沒有啊 這就是民主的一部分而已 我想這是這三年來最大的一個攻擊 是 您剛剛提到就是所謂開放政府 包括您今天所有人類也是公開透明的房子 這個東西其實當初 因為日本想要做到說 你是受到什麼樣子的影響 或者是受到什麼樣子的一些啟蒙 然後反正你們這些東西 其實對於政府跟民眾之間 你們的了解彼此是很重要的 對你有對象嗎 是 我在1993、94年的時候 接觸到網際網路 那大概95年從中學離開之後 那就投入了網路的創業 那在我網路創業的過程裡面 我要介紹說網際網路為什麼全世界的朋友們都願意連線上去 並不是因為它有任何的強制權 網際網路是沒有軍隊的 也沒有任何方法去強迫現有的電信箱 一定要去接取網際網路 相反的它的做法就是透過像這種極端的透明 任何人家有一個email 覺得說我會被某個網際網路的政策或協定所影響 它就有說因為我受影響 所以我一定要發言權的這樣的方式 那這個就叫做網路治理 這個是我了解的最熟的一套政治系統 那又因為我十四五歲就開始參與這樣的政治系統 已經很久了嘛 那我參與了五年才開始有投票權 所以對我來講代議民主是一個比較原始的一套系統 對我來講我在這樣子以激進的透明 然後以我們廣泛的參與以粗略的方式 作為最基本的基礎的這樣子一些民主制度 對我來講的因為從十五到二十歲 我只知道這種民主制度 我這樣那個時候其實沒有特別受到什麼國家的影響 不是自己說自己我自己希望可以以後都是這樣子 應該是說我在創業的過程裡面 我也會碰到說好比像說 當時的Internet Explorer跟Nescape這些東西 他們可能有一些不相容的狀況 或者像說之後我們這一組人有翻譯過一個字叫Vlog 翻譯成部落格 那部落格的各種不同的軟體之間也有彼此跨站很相連 等等這些問題 那這些都是要透過網路治理的方法來解決 那跟現在還比較有關係的 像說垃圾紮貼郵件要怎麼樣解決啊等等的這些題目 大概都不是靠著就是大家願意挑選幾個代議師幫我們決定的方法 而是所有的利害關係人透過多方的這個討論 那每個人找出說自己能夠做過什麼貢獻 然後一起去做出一個新的常規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這幾年這樣亂下來的話 您現在對於整個政府透明度還有其他的一些改進上場 目前達成度也是算很高 對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辦公室其實大部分都是由常任務官所組成的 那來的時候大概都是課長左右 當然是一路到處長都有加入我們的辦公室 所以當這些常任務官們把這樣子一套想法 已經內化成自己日常做的原則的時候 其實包含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一些要點啊 辦法啊等等都已經合定了 所以這個我想並不是靠我每天在那邊Push他們 現在相反的是他們自己很願意去做各種各樣的嘗試 那我主要就是把他們嘗試讓民間能夠知道 讓人民也越來越相信政府其實做的東西都是 對就是公務員的創新能量其實是很強的 只是以前因為所謂的外地民心的關係 所以外面大概都不知道而已 因為他們就是不能夠跳過他們的部長嗎 或者跳過政委嗎 或者跳過院長來跟人民直接對話 但是您剛剛所提到的就是我們這三年來所做的各種嘗試 大概就是讓人民能夠直接跟事務官對話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事務官不但是能夠解決問題 有些人要創意 您剛剛有提到多民創新的部分 其實也是日本現在蠻關心的部分 因為日本他們其實也有所謂的IT政策大使 這種一種職位 但是這個IT政策大使他就是今年已經79歲了 像跟那個鄭偉您名字到起來其實差不多 11、12歲這樣 那您過去是怎麼樣去看待 就是您是怎樣去看待日本他們在相對的 比如說科技或是IT政策上面 您是有什麼要看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並不是很公平 因為不管我們的科技部的部長 或者是我們的科技政委 就是陳昂貞老師或者吳振仲老師 老師這些老師們的年紀大概也都跟我父親相當 那所以並不表示他們不創新 他們其實是我見過最創新的幾個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年紀並不應該是成為一個問題 不然也是一種歧視 那但是我們的分工大概就是說 就是老師們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每個部會都有手掌 那做的事情是有點像縱向 確保他執行的可行性跟成效 那我們比較像是橫向 政務委員本來就是橫向 去確保說個個部會不要做重複的工作 而且能夠去善用彼此的資源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橫向的連結跟縱向的確保 它是缺一不可的 並不是說我們橫向做得很好 好像縱向就可以撤掉 不是這樣 對 確實是這樣 現在的話台灣在數位教育的部分 開始慢慢在推展 然後日本的話最近也開始在弄 但是就現在日方的話 他們在很多的一些 包括像是人才啊 或者像是一些課程的議定 還有上次一些資源的購買這樣 還是跟台灣來說 相對來說還是在需要加油的部分 您可以大概跟我們說一下 目前台灣在數位教育上 就是您覺得成果到達到什麼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展望 我想我們今年的新的國民教育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因為這是第一次我們在課程的審議的過程 就是您要包含學生和包含家長 也就是不是少數人 像以前國立編譯館這樣子的時候 來做一個比較剛性的這個課程的綱藥 而是比較柔性的就是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可以按照那個地方學生的興趣 跟他的那個自發的程度去安排一些 學校訂定的一些課程 那他的目的也不是像以前 好像是要強調所謂的競爭力 其實競爭力是台灣在教育上面 一個很就是很不幸的一個翻譯 就是所謂的competency 其實指的是人的核心職能或者素質 但是當時就不小心翻成了競爭力 跟competitiveness翻成同一個字 對 因為競爭力是你出去比賽 好比像說奧運跟這個paralympic 這樣子是有競爭力沒做 因為你只有一個人可以拿競爭 但是大部分在學習場域裡面 並不是整天都在比賽的 那把這兩個翻成同一個字的結果 就是說台灣在之前的教育裡面 過多的去考慮到在一個團隊裡面 大家人跟人之間彼此的比較 而不是團隊作為一個整體的 其他團隊的進合的關係 所以這樣子的問題就是會造成說 大家會過度的去依賴現有的分科 分組等等 因為在那上面有一個線性的 我考100分你考99分那樣子的東西 那當然99課長已經好一些 但是108課長 我們是直接把這樣子的想法 整個取消掉了 那我們現在competency就翻成素養 那素養完全是往內的 就是自發 舞動 功耗 那這些就是好比像說 學生在一開始甚至一二年級的時候 按照他的興趣 他就可以自己去造出他的學習規劃 把老師是跟他一起學的人 而不是擁有標準答案的那個人 那我覺得在數位的時代 這個是特別必要的 因為我們老師也沒有辦法 預測十二年之後 到底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些學科已經整併了 那些工作的職位裡面 那些工作內容已經自動化掉了 其實老師都是不知道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小孩如果不能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的話 他難免就會覺得他學了十二年的東西 然後就消失了 可能會被國民教育欺騙感情 這種感覺 我們用到的 對對就是學用的落差了 那所以我想這個素養導向的教育 日本其實在講就是社會5.0 其實也是很類似的一個概念 只是說日本可能因為實驗教育 沒有像台灣這麼蓬勃 台灣是已經有了十年的實驗教育之後 我們拿實驗教育實驗成功的一些 進入我們國民教育的課方 但是在日本的話 這樣子的教育的創新 或教育的革新 感覺上是雖然方向是正確的 但是比較沒有像台灣這樣子 民間非常鮮活的這樣的能量 您本身去過日本滿多次的事情 是 那其實就是可以大概跟我們說一下 您對日本這個國家在所謂一些 政策上教育情況 還是社會的一些情況 您有什麼就是覺得印象深刻 然後您有沒有覺得就是有可能需要 跟台灣不一樣 就是需要可以再加上加強行動的部分 是 不過像日本我很羨慕的一點 是日本對於所謂的 institutional media 或者說專業的新聞工作的尊敬 在台灣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當然是很多的 但是 往往還是大家對於新聞工作這樣子的專業 跟所謂的即時新聞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是那種搶快的 而不那麼注重事實的 或者是上引號翻拍字網路 下引號也可以叫做新聞的 那樣的東西 我們的容忍度好像比較高一點 但是 在日本的話 以我的理解 他們的 就是新聞工作者跟網路上面 大家的言論 基本上是分得很開的 如果沒有經過好的 事實合適的程序啊等等 大概是不可能進入所謂的新聞的 也沒有所謂翻拍字網路的這種事情啊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這點其實是 為什麼日本比較沒有受到所謂的 假訊息危害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數位時代 大家的媒體素養不是只是適度啊 而是每個人在對自己 作為一個自媒體的期許 那在日本的話 我說我自己是一個新聞工作者 那個是我需要接受很紮實的訓練 或至少那樣的意識 但是對 在台灣就是我說我是 就是一般人 但是我就變成直播主 好像就沒有給出這麼高的這個要求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日本 非常值得台灣學習的一點 對那反過來講的話 我覺得日本在數位轉型的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照顧到文化的要素的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台灣是比較有彈性的 那我去日本兩次都是參與 都有參與就是他們的蜂蜜社群的討論 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我考慮的是印章的這個系統的問題 因為台灣已經早就變成是印章跟簽名並行的 這樣一個狀況 對 那我們的電子簽章法也立了嘛 但是在日本的情況下 它似乎就是對於印章作為主要的認證方法 還是有比較高的這個文化上面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集思廣義了很多方法 包含是運用一個印章形狀的一個多點接觸的 你還是一個印章那你蓋在那個就觸控螢幕上 它就可以自動把那個印章帶進去等等的這個方式 那這個當然是很靈活的一個彈性 那在台灣其實我們任何這樣子一種集思廣義的協作會議 大概就可以隨便就會提出三四種這樣子的很靈活的解法 那公務員也都很願意這樣子去想 但是似乎在日本這樣子 就是對於文化價值的 不能說顛覆啊 就是說混搭 這個在公務體系裡面的這個文化 還是比較需要一些新的機制的去設計吧 來讓它能夠進入大家討論的範圍 您覺得他們那時候在擔心的是說 比如說是他們的心中怎麼會擔心 還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制度跟民族性 就是讓他們可能先hold住 然後再談要不要創新 就是你剛才 我想維持一個文化的傳承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對那其實說在台灣來講 可能因為我們的民主制度是很新的 那我們總統直選也就跟劉安琦出現好像是同一年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民主制度似乎是一個就是另外一種技術 就像任何技術一樣 它是可以研究可以開發可以改善 對那所以我們比較不會覺得說 欸好像代理制就是這樣了 那大家就按照規則完吧 相反的我們隨時都在想怎麼樣它改變 對沒錯 所以我覺得各種各樣的包含公投 參與是預算 沙盒 總統分析科松 聯署 一大堆新的這個參與的方法 在台灣是非常蓬勃發展 在日本似乎也是有朋友們在研究或者倡議 但是不是你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 他就對這些有一個想法的狀態 對 您剛有提到可能關於就是假訊息的核心 對 因為台灣的媒體也常會犯下這種錯誤 然後就從去年開始還有 因為也有一些到悲傷的事情 包括像是關系機場的事情 那這些東西就是您 因為本身在假訊息的插合上 在數位上面您也下了蠻多的攻擊 那日本其實也開始會開始 面對到有關於假訊息的一些問題 那您覺得就是在這上面的時候 台灣這些機制 然後我們是怎麼去創立 從無到有 包括我這邊有聽說 就是那個像蘇院長也有類似 像是那種就是 像你們上面就是有些心情而關於有些類似 可能假的東西出來 然後你們會立刻去反應 然後再試試查核 對 迷因工程 對 你可以跟我們大概再講一下 是 不過我不想行政院 並不是擔負試試查核者的角色 試試查核者當然還是我們的公民社會 以及我們的專業的媒體工作者 但是試試查核者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快速的澄清 就是你要怎麼樣跟你的消息來源 能夠有即時的互動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等上三天 那政府才發個新文稿 而這個新文稿 其實解決你的疑惑的2% 那這樣子的話 也不能怪謠言去滋賞 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想這個快速反應 快速澄清 這個是我們更不會更有的責任 那確實在蘇院長上任之後 這方面是做得特別好的 那但是我們不會說我們是實時查核單位 即是說我們提供給實時查核單位 即時的澄清的訊息 因為畢竟就像拼圖一樣 任何一個新聞工作者都要比較多方的說法 那行政院的說法也不過是一方的說法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是夥伴關係 而不是我們要去取代媒體的這個查核的這個能力 這要先想來見面 那第二部分 不過我們有做很多協助的 是我們確保說 如果大家是在做實時查核的工作的話 能夠跟國際社群去接軌 因為國際上確實都碰到類似的問題 所以有一個世界性的 好比像說國際的實時查核網絡 IFCN 那那個時候IFCN的朋友們 對於台灣也是很有興趣 因為台灣還沒有IFCN的會員嘛 那現在當然有就是台灣實時查核基金會的台灣實時查核中心 那但是當初包含把FACN翻成實時查核 然後認為說政府應該是配合實時查核者 而不是取代實時查核者等等 這些大概都是我們在2017年初確立的一些基本的治理原則 所以如果當時我們是說沒有啊 這個政府可以隨便叫新聞記者下架或者修改他們的標題 那大概也沒有什麼實時查核社群嘛 我們就直接回到這個戒嚴的狀態了 那所以說這個社群的出現跟國際的治理社群相媒合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是很願意 權力支持但是絕對不主導 對對對 就是一個就好像剛剛說夥伴的關係 那這個其實 那這個其實 因為現在這個大選中有類似 可能會有小消息的東西出來 那你們在跟國外的一些合作上 就是有比如說像是 像是臉書或是Minds 那你們會有一些也是要夥伴嗎 那他們有一個自律的準則嘛 那這個自律的準則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大家都要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網絡制裡面的 所謂的多方利害關係的一個精神 所以這件事情上面我是覺得 好比像說LINE 它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的一個數位當則計畫 那數位當則計畫裡面就包含一個 類似訊息查證刊版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可以知道說有多少人在LINE上面 舉報了它認為是不實訊息 然後有多少正向的影響力就是澄清又回到那家LINE群組 現在最紅的不實訊息是哪些 然後以及他們跟四個民間的單位互相合作等等 對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它可以讓這些合作的民間單位知道他們的工作是有影響力的 而不是說只是好像在抹黑而已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種就是我們這叫儀表板 刊版的這樣的東西跟可能Facebook 最近對於競選期間的社會的政治廣告 所做的那些就是廣告的刊版 那這些都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它就讓我們知道說那些工作是有用的 而那些工作是沒有用的 那些沒有用的部分 那裡面就不會再花那麼多心力去做 那如果是有用的部分的話 民間才可以說那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 實確實有效果的 那這個也包含說像我們現在有個看到民間的網站叫選錢大獨鐵 那你如果去看任何一個候選人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這位候選人 這兩位現在很有名嗎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投放了多少連續廣告 他的連續廣告的目標群眾是誰 而且花了多少錢 朋友了多少人 他的期間如何等等等等 那這些就不是只是在臉書上看到 而是你可以在這些第三方的報名社群的組織再進行一些分析 那這個同樣的也讓我們比較放心說 不會變成好像政治聖經這個很透明啊 他不去捐獻而透過這種投放廣告的方法 好像去歸逼大眾的監督 所以你是當時會有些比較不明的資金嗎 還是說的是什麼 一方面是當然不明的資金啊 然後二方面是他透過精準的投放 所以就是除了被他鎖定的那群人之外 都不知道有這些政治廣告的存在 那所以這就讓公共討論變得很困難或甚至不可能 那現在如果全部都揭露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您提到這個所謂的透明度還有就是公開這個 對於台灣的民主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正向的一個關係 那就是日方也是希望可以了解說就是那個 鄭偉您心目中當初您自己對於民主或是民主主義的話 您本身是比較動古典式的話您是怎麼樣去看的 是我想在以前民主大概都是代言民主 只有在很小的範圍裡才有所謂的直接民主 那但是那是因為以前的技術上很困難 在雅典的衛城講話再大聲就那麼多人聽到 那所以才是在這樣的狀態 那當然電視或者廣播發明之後 當然一個政治家可以講話給上百萬的人聽到 那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聆聽上百萬人的聲音 那上百萬人也沒有辦法彼此聆聽 那但是現在透過我們剛才分享的這些平台 我們就真的可以比較對實情而不是對人來進行討論 那在對實情而不對人進行討論的過程裡 我們大家都發現說那我們就不需要特別去討論說 你是什麼黨派或什麼顏色或什麼東西 而是說你對這個很具體的事情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就算有什麼黨派或什麼顏色之類 至少在這一件事情上面大家可以有共同的價值 那有共同的價值社會就可以再往前推進 所以我想這一點就是讓我們不再持受代議政治所影響 當然代議士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並不是說大家不要舉選立委 並不是這個意思 代議士的重要是說他在最後已經制定政策的時候 確保他不要跟其他的法規相衝突 他在審預算的時候 確保說這個預算真的有完成大家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在前面的就是需求的發現跟共同價值的定義 這部分這個就是網路上我們叫數位民主可以著例的地方 用所謂設計思考就是第一個菱形現在是多出來的 我們可以這個部分 那後面的這個菱形第二個菱形就是傳統的代議政治的部分 好 謝謝 不好意思因為那個就是像日本的話 然後他們也是對於像您剛剛說那個像比如說網路式的民主 越來越有興趣 但是像那個福田先生他也是擔心說 那個日本的年輕人現在都不是很關心他們自己的政治或社會 所以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問題是說 因為日本的年輕人相對來說不是較缺乏對於社會的熱情 那相對也是保守性 那請問政委如果您是用剛剛的方式 然後也有說明日本現在的政治狀況 您會有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會給日本以下的這種民主或是網路民主有什麼樣的建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成功的制度 就是我們 我通常都翻成reverse mentor 就是健行顧問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那這個制度是在2014年就是佔領運動之後 比較為人所知 那當時就是所有行政院經營顧問團 那當時馮燕老師 蔡玉玲老師等人引進了這樣一套制度 大概就是說他們去請很多35歲以下的年輕人去引領政府的方向 那所以他們雖然年輕 那但是他們各自都是倡議者跟組織者 那他們等於回過頭來說服這些政務委員 那說那政府應該要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那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那到就是蔡玉玲老師選總統的時候 那他的政見就是不再是只侷限於兩三個政委跟他們相關的部會 而是所有的跟人民相關的部會都應該要有像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叫做行政院前年自主委員 那所以行政院的請資大概十二個跟人民比較相關的部會 每一個都有提名大概兩位左右的社會創新者 都是35歲以下來擔任他們的這個健行顧問 那所以他們的會議都是院長請資召開 那他們在會議上面提出 好比像說國慶不應該只有體育選手 而應該是技職的選手 也要遊行 那技職的選手遊行之後 不是只是一時的掌聲 而是要融合進高教跟國教的體系 讓他們有一個夜市 有這樣子的一個 不是覺得說技術高中是你考不上普通高中再去 而是技術高中 很多人就是覺得那這是我的志願 為什麼因為有這些選手們 國手們帶著我把我的校園變得更好 跟這個社群更相結合等等 所以像這樣子一個其實是技職教育的一個新的方向 那就是勞動部的健行顧問就是黃偉翔提出來的 那他提出來的時候還不到30歲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非常快就是國慶上司的10月10號 誒技術國手就有遊行 從他提出來到實現大概不到4個月的時間 所以像這樣子的健行顧問 我覺得就是給年輕人一個很密切的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 但是又不像戴醫師好像他是質詢監督的功能 他是比較是夥伴關係的功能 就是年輕人設定方向 那就是像剛剛說的這些縱向的比較資深的部長們 去確保他的實現的一個形象 所以這個您覺得是日本可能 總覺得這些都很好的制度 對對對 因為就是你剛剛說的像社會的創新的 其實來自各行各業 他們都可以提供他們的意見 然後跟那個 就像剛剛說有院長召開的會議 然後大家來互相討論 那您覺得就是日本的話也可以比照這樣的模式在地方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好的範圍 是 那以地方創生來講 您本身對於日本地方創生 您過去去見習的一些 您可以再跟我們說一些經驗 是 我覺得當然 日本的地方創生 尤其是它融入了資訊系統 RESUS 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因為RESUS裡面 考量的不是只是特定的像農林漁木 也這些當然都有啊 而是包含人口結構 教育等等 你想得到的 大概都有被放到RESUS的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讓大家能夠就事論述 來討論地方實際的情況 而不是只是通過一兩個你認識的人 或者意識的印象來討論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也是朝向所謂的尋政治 Evidence Based Governance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步嘛 那但是我們這邊的TESUS TESAS 當然是就是跟RESUS致敬嘛 把R換成體就變成我們的TESUS了 對那但是也很誠實的說就是 從TESUS的系統裡面 我們跟尤其是農業的部分 跟經濟的部分的連接 還是沒有RESUS那麼的深厚 那所以純粹就資訊治理的角度來看 我想這部分也是我們會繼續跟日本學習的 嗯 那兩邊互相的招勁非常非常多 是非常非常多 哦 也有很多日本的地方創生的研究者 實際上到台灣也曾總演啊等等 來指導我們的地方創生的政策 那反過來講 他們也常常舉一些在日本呢 其實沒有那麼成功的例子來當作這個警惕說 台灣不要 想說對不要一味的就是以示制式化的這個提案書啊 多不要依賴政府這個的補助啊 或什麼之類之類 那想必都是他們這個實際的教訓啊 來告訴我們說不要做什麼事情 有些補助這種東西像日本的話 因為官僚體系又這樣的 大概一申請就是一個一點多之類的 那您說的是農業方面的話呢 就是這個我們 那有沒有具體的東西我們可以再去學習 對 其實像我為什麼到日本就是支持他們的災後重建 而且還不但吃了柿子 而且還在微博上面分享影片 不過當然我也有分享我們新竹市北亞什麼 哦真的嗎 是雙向的 雙向的 好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知道不只是災區 嗯 其實如果人口大幅萬移 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受災的狀態 對 就是說大家對這個地方的印象 嗯 開始比較負面了 那這個時候你有一兩樣的農產品 能夠去透過加工透過服務 透過把它甚至符號化 變成一個一個我們叫一個梗啦 就是會吸引大家來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是地方創生最重要的幾件事之一 那這個我覺得他們首相對於輔導的支持 那個是非常高的 就是都會自己吃柿子嘛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當時想說 那我們也要就是支持一下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在東京的超級市場 就真的看到說他們要支持輔導的重建啊什麼 就有一個碳字放在那邊然後就放柿子 對那所以如果在一般的旅館附近的超級市場都是這樣 那就表示說這個梗是已經通用的 對一個人 就他們其實是怎麼講這個 就是讓大家就是上下一心吧 就是相對來說就是在推廣農業 不是推廣農業應該是說復興農業 還有就是就是 就是運用一個農業來造就大家對於地方的一種情感上的羈絆吧 好像日本人這樣講的 像日本人這樣講的 對對對情感上的羈絆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的論勢相當好也是我們值得學習 那你覺得台灣也可以理用 就這種說我們也可以對你們當地的農業更難關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我們也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像金門高粱 但是 但是什麼都是金門高粱 對 真的不好意思 這樣子的話其實其實你本身就是 你去那個是兩次的可以大概可以去一下 沒有那兩次是說有參加這樣子的事件的討論 不然的話我也有參加像那個Uber的飛行機程車 Uber Air的發表會我也有去 然後 對在日本 然後還有一個叫TOPOPS的年會我也有去 那比較學術性的 就是工工行政的學術院的會 所以其實我去滿多次 是 不好意思 我先整理一下 對對對 兩次社群的是去 Osaka的DEF CON 那個是以太方社群 然後去東京的CO FOR JAPAN 那個是公民科技社群 所以這樣其實應該有十次 從小到大的 很多次了 很多次 然後包括工作 對對對 就很多次了 對 他們還有一個問題是想說 這也是有點相對來 就是他們是想對開放健全社會 就是第三題那部分 因為台灣的民主化畢竟是讓人驕傲 那中國和大陸相對來就是一個 數位社會拿來監視的利用 那就是您對於就是 中國與台灣兩邊的關係 現在在數位上面的社會上 還有就是政治上的關係 您是如何看待 那您對於台灣的就是未來的開放健全社會 有什麼樣的想像 對就是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 對 我想當然都是 如果用漢語來描述的話 其實同樣的詞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嘛 比像說 我們這邊講透明指的都是 政府對人民透明嘛 那在台灣那邊講透明 大概指的就是人民對政府透明了嘛 那我們這邊如果講說 這個人他很有社會上的信用 我們指的大概就是儲蓄無助社這一類的 那他們說這個人很有社會信用 指的大概就是弘麗幾點的那種社會信用 所以就是說 雖然就是這是同名一時的 這樣子一種情況 所以這樣子討論就是不是很容易 因為我就要一直加贏 好 那對 OK 那你幫你這樣講 對 所以我後來有一個做法就是說 比如說當我提到Social Credit Systems 在他們那邊的做法的時候 我就會用簡體字寫社會信用 對 那提到我們這邊的這個社會誤助啊 信用的做事啊 我就用反體字 對 那因為事實上它的指設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想這個也可以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數位社會它並沒有所謂中立的科技 這個事情 每一個技術當它被應用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有一個哲學或一個價值至少 在後面 那我們這邊的價值一直都是說 社會的正當性越高 人民的自主的決定的能力越高 大家的公民自由越高 那社會就越健全 那但是在他們那邊的話 因為社會的健全 他們的定義是叫做和諧 這個寫也要寫簡體字 對 那這個十幾年來 他們對於和諧社會的那個想像 或者是後面的價值 我想已經跟我們這邊的健全社會 有相當大的一個落差了 那未來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未來 像我們今年有一個特色 就是在去年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已經有應該將近20種國家語言了 那這個是一種新的狀態 因為以前只有一個國家語言的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也代表了 就是台灣逐漸變成一個跨文化的一個社會 對 那甚至可以說是transcultural 就是說 每一個人不管他出生所在的文化是什麼 他長大成年之後都可以結合各種不同的文化 從最早的這個原住民族的難道的文化 一直到我們現在各種新住民的就是各方面的文化 那都能夠結合起來變成他自己的一個在世界上的座標定位 而不需要受到他本來出生的或者成長的那個文化所限制 那這件事情跟就是整個世界的潮流 就是在網路上面全球化的這個潮流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又不會覺得好像就是要一種文化或一種文字去 去對定於一尊而是說 我們就是在大家這種好像有點怎麼講呢 就是一個板塊在這邊 海板塊在這邊這個不斷碰撞擠壓也暢暢地震的 但這個狀態大家心裡的防震結構都越來越強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聽說玉山就每年升高兩公分 所以就是這個不斷向上仰望星空嘛 這個應該是台灣未來的圖像 而且每個人的獨立自主性跟他的文化自主性都是 沒錯 相對來講的 沒錯 那非常高的多樣性的好處 也就是比較不容易被單一個論述所攪取 所以這個也讓我們在任何新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比較不會流於片面 因為整個社會就好像是一個生物多樣性很高的地方 然後不會被一種病毒所攪取 概念是一樣的 那你不好意思可以談談你以前在19歲創業的一些情形 因為日本你想要瞭解一下你當初的一些 就是他們想瞭解說 15歲就創業了 對不起 因為我想說他姓不是19嗎 對 但我15歲是參加一個叫做資訊人的同事 那個在台灣當時也是蠻多信用酒的 對 不好意思 那他們想瞭解說 您所謂 因為你現在是政務人 那畢竟還是有一個就是比較 就是政治上的 政務上的頭銜 那 不會 我現在也還是在創業 是 不好意思 以科技或者是其他本來的看法 就是您當初在創業裡面 您有自己獨特的一些思念 或者自己的哲學 對於創業這種事情 那畢竟您現在也是在持續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事實上現在我一面也在 我要先強調院長核准 而且沒有收薪水的情況下 堅持去創業 對 這跟其他的狀態不一樣 對 那好比像說 我現在是紐約的一個叫 Radical Exchange 的一個 算是理事吧 Board Member 那也是 就是西班牙一個叫做 Digical Future Society 的一個理事 那最近院長才剛核准 我參加阿姆斯特丹 一個叫做Council Foundation 的一個理事 所以可以說 我現在在同時創三個研 雖然我是市委政委 對 那這個也很感謝全序部 因為以前這個是不行的 那他們在前年年底 做了一個解釋說 因為以前你要兼職這種 非營利為目的職組織的話 它只有在國內登記的才可以 那但是他們發現其實無法 沒有這個限制 是他們的函式去嫁住的這個限制 所以他們重新做了一個函式 所以我現在不只是我 這不是特權嗎 任何公務員都可以在長官的核准職 下去擔任國際的這些 新的社會創新組織的創業者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那所以在創業的時候 我的基本想法就是說 我們是所謂的三重的底線 就是說當然創業你要財務上面 不管是你靠投資 靠銷售產品服務 靠捐款等等 總之要有一個自足性嘛 那但是二方面 你的產生的社會的價值 必須要是正向的 好比想說 我在 Radical Exchange 就是在幫忙開發 新的投票的方法 像平方投票法 那這個我們不但在總統 黑客松使用 在科羅拉多州 他們也用那個來決定預算 他們的州議會等等 所以等於台灣這邊的創新 可以一下子就透過這個 新的社會創新組織 去分享到全世界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台灣我們的實驗 不一定都是成功的 也有一些是不那麼成功的 那但是不管成不成功 它的社會價值都是正向的 因為如果不成功 那確實就可以學到說 一下子不要這樣做 所以這個社會價值也是很重要 那當然環境價值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台灣我覺得 我們是很幸運 就是這種三重底線的 就是聯合國時期向去發展目標 必須要兼顧的這個態度 在台灣本來就是這樣 當我們說我們的盧教授 好比想說Gogoro的話 那他本來就有正面的社會價值 跟很正面的環境價值 我們不會覺得 這個是他特別熱心工藝 而是說台灣本來就應該要 用這樣的方式做創新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哲學 但是那也是因為台灣 一般對於創業者的期許 就已經是在 是 更好 不好意思 再確認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一直以來 你們這樣的話 應該也這麼有事 創業的 對啊 的專案 專案跟公司 對 其實沒有一個數字嘛 比如說15歲到現在 你說參與的跟創立嗎 對 可是因為像好比想說 蒙臉它也是一個專案 那也是非常多人參加 也是非常多使用者 可是它並不需要一個公司 它就是一個非 就是 非機構型態的這樣子一個創業的方式 那其實大概在臨時政府 駅臨這個運動裡面 大部分的專案 到最後都沒有成立公司 那但是有一些有啦 像臥草 最後有去成立公司 但是 大部分是沒有的 對 其實以台灣來講的話 就您來說 其實創業部 一定要設立一個什麼公司 或者合作社 或者基金會 什麼不一定 它只是一個梗 一個梗 能夠去結合整個社會的力量就可以了 然後大家可以腦力激盪 然後彼此之間 這個其實 對 所以創的是事業而不是企業 對對對 那就是 然後是新時代 就是不一樣的 一些思維 這種在日本的話 就能認識也是多嗎 就是現在類似的 腦力激盪嗎 我想也是蠻多的吧 像我們在發展 在生能源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去看 日本的社區型態的 能源的一個組織嘛 那我想這個 本來就是 在日本 尤其是在地方層級 大家本來就覺得 地方事務是自己要管的 而不是等著這個 中央政府來管 所以我想這一點上面 台灣跟日本是 在類似我們社區中間 營造的 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在日本這也是 一般性的看法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就是 你要創的是事業 而這個事業 是整個社區參與 對這個社區有好處 我們叫做社會創新嘛 的這樣子一種事業 我覺得這個根底是 在日本跟台灣都特別強的 那在高度資本主義化 或者是個人主義化的國家 當然就比較困難 所以台日的這些社區連結 都算是蠻強的 我想這個是很強的 可以給我問一下 那時候去日本的社區 是哪個社的社區 有相當多的社區 所以我不確實問 不好意思 OK 我想我舉台灣的例子 好 可能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台灣的話 我是好比想說 有在德魯馬克部落 塔魯馬克 那是一個原住民族的社區 那他們透過水 跟太陽跟風 加在一起 那其實已經發出 超過他們所需要的電 所以他們可以說是 自給率是非常高的 那當時他們所謂公民電廠的 這樣子一個計畫 他們也就有提到日本的例子 所以如果你去找 因為我是人有趣 塔魯馬克部落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們的論述 他們提到日本的例子 我覺得比我獎要有獎 更深刻的 好好的 謝謝 那就再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有問題 不好意思 漏掉了 關於數位教育的部分 是 那個相對來說 就是 您覺得就是在 不好意思看一下 就是他們講的 就是相對來說 就是 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日本的話 他們數位教育的分散 還有數位教育的發展 都還是比較欠缺 那就是 就你們來看的話 您覺得就是 數位教育當然是 我們未來有絕對趨勢沒錯 然後在跟傳統教育上面 比較起來的話 就是您覺得在比例上 或者是怎麼樣 您覺得自己 您認為這個相對來講 這個配置 有一個想法 或者是說 建議嗎 不過我想我們這裡要分成兩個 一個是 數位的技能 因為我看到你的體面裡面 本來是說 學校程式語言等等 對 但是另外一個是說 以數位作為學習的方法 那你學的大概 就不是程式設計 而是 隨便你要學什麼 對 那件事情 那這兩個必須要拆開 我們在講 所謂的自通訊 跟媒體素養的時候 我們指的是 後面這個 不是你為了 學寫程式 好像第二外語 那樣去學 而是說 因為你寫程式 可以幫助你探索這個世界 幫助你 就是解決一些很 很融雜的事情 讓你能夠 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一個人的互動上 或者是你寫程式就是為了要解決一個你欠神的問題等等 不一而足 但是總之這些都是先有你的學習目的 那就像現在很多學校開始開自己的 好比像說哲學思辨課或者是電子競技課 這個也是有人開的等等 那這些都不是我們在課綱裡面說 小孩就是要掌握哲學技能 或者電競技能 這個大概 講不出來 對 而是說 因為小孩對於哲學的興趣 或電競的興趣 我們去培養 他運用數位工具 來做哲學 或者來讓他的電競 能夠接觸到很多人 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種素養 那所以我想這部分 是如果日本要往這個方向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符合日本的社會的狀態的 就是數位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 而是讓社會就是發展的更健全 這個才是真正的目的 數位就是支持他的一個系統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把科技帶到需要的地方 而不是讓這些需要的人 跑來配合科技 那我覺得這個比重應該是這個百分之百 而這個是零 那就是說傳統教育是 就是說傳統 把數位的素養 帶進傳統教育的場域 這個應該是百分之百 而不是說要大家剝離傳統教育的場域 然後好像來配合我們這些寫程式的人 似乎不是這樣 是 因為教育 你剛剛說的目的 它是它的最重要 我就是說手段 就是說我們為了要他學會寫程式 而讓他去學習 對 為學寫程式而寫程式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這是一個很無聊的一個想像 就好像我們以前 為了要把數學變好 而去補習班 傳統教育 對 很容易就 因為你們用不到就還給老師 沒錯 因為您剛才提到素養 因為素養不是因為數學學到好 就是素養 而是因為您覺得 追尋這個目的 它這個獲得是有趣的 會讓我們自己的內涯 就是個人的興趣 想要跟社群的互動 然後創造出共同的價值 自發互動更好 沒有扣合這三個的話 學到大概就還老師了 沒錯 所以這個也是您以前相對來說 對於台灣教育比較那個 就是會不太適應的 對 但是因為我們在實驗教育 釋出一些特性模式 今年我們就已經在 就是一年級 七年級 十年級 已經落實了 那今年九一也會延伸到 就是二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那您以前 就是在相對這掛紙上 你以前受教的時候 那您自己在受教的時候 以前也是 您是自己的自發性 就直接跟父母講 是說我個人覺得 我的適合這樣 我直接跟校長講 是 然後您就認為 就是您就覺得說 我希望可以自己去學一些 對 我就跟校長說 你說我要 因為我當時剛拿到 保松高中的資格嘛 他說我還要花十年嘛 念個三年高中 念個四年大學 考個GIE 拿個研究所 然後才能夠去跟著 我喜歡的可能 國外的一些教授 一起做研究 當他的博士生 或博士後等等 那我想這個是當時 任何校長都會這樣 跟小孩說的 那他也不是唯一的一個 那但是他很特別 就是我們 北深國中都會跟校長 很特別就是說 當我拿出證據說 我們現在看到 網際網路上面 有一個叫做 Archive XIV這個網站 那上面都是 PO的都不是廢文 都是論文 是大家進入期刊以前的論文 大家提上來 大家討論 那我就直接寫信給 教授 那教授也直接回信 因為他隔著網路 也不知道我才14歲 那所以 我們就可以直接 開始一起做研究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跟校長說 那我花十年 這個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都已經可以開始 一起做研究 那後來其實 我當的時候 會成為我們的工作 的Paper 也都還是發在 社群Archive上 我們就還是繼續 發表社群論文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顯然跟那個 體制學校是無關的 我是可以直接貢獻金 學術社群 我不需要經過這個 體制教育的過程 那當時 杜校長就 聽了就想了 大概一兩分鐘 然後說好 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對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當時還是 強迫入學 所以如果他不幫我 照著的話 是要發錢的 我是要發錢的 對的 因為當時還是文明義務教育 所以他等於是 幫我擋著教育局的壓力 這樣子 對 那當然這個現在已經 都過了追溯期了 也沒有想知道 我們輸的問題 我當時就對這個 公務體系的創新 充滿了這個希望 所以當初的時候 其實其實 你在起初假的時候 父母那件事 有那個 得到他們的一些 就是 其實您是可以 好好的去把這個東西給玩 當然一部分是這個 但是主要還是校長的支持吧 因為校長如果不支持的話 說真的我們也沒有辦法 那就是 你還是一定要先去一下 那個 傳統的教育這樣 對 所以您 不好意思 我可能在那個 幫子美的話 就還是希望希望 再問一下 那你們後來 一直都待在家裡面 沒有 我沒有待在家裡面 這個其實是 一個誤解 就好像說 我遠距上班 是我的 進入政府的一個態度嘛 那但是 大家都寫成 在家上班原因不明 那 對 對對 那我都沒有在家裡 我是在政大旁聽 或者是 我是去可能新竹 找這個教授 金大教授 這樣之後 或者是 甚至就出過去啊等等 或者是 就開始創業啊 那但是 無論如何 不是在家裡啊 那當時也是搬出家裡 去住公司啊 所以 從公司樓上 所以 對 所以我想這裡的 point 是說 當時我之所以做這樣子的決定 並不是說 好像我 不要跟學術社群發生關係 而是說 我跟學術社群 是一個對等的 貢獻者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 因為我不像教授 要學分嘛 那所以我跟他 就是都 對一個東西感興趣的 兩個研究者 其實他比我早入門 可能20年 那樣子而已 就是一個 就像你剛剛一直 一直強調他 對 就一個夥伴關係 對對對 一直以來 那這樣他其實 後來呢 就是到學術社群 才第一次 到美國那邊 去放業 對 我是去 San Jose 然後就 請問您大概幾年 嗯 大概 接近一年吧 接近一年 然後 就回台灣 然後 回台灣之後 又常常出國 我想我2005那一年 大概去了 可能至少十個國家 有沒有12個 然後 對 然後大概 一定超過12個城市 然後就去 組織全世界的朋友 一起來開發 一個新的城市語言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也不能說 是哪一個國家 給我的教育 而是說 整個網際網路社群 給我的 對 對 的共同學習 就是我們現在叫做 這個 就算是 說一說 但是其實 跟台灣一起工作 並不是只為台灣工作 沒錯 你的心其實都一直都沒有改革 就是說 它只是一種 那個 相對來說 就是只是工作場地 或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不過當然我其他堅持都是無償的 雖然是 看誰都會納稅 然後我能夠 這個全職投入這個工作 納稅的稅非常值 謝謝 謝謝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因為他們也想問說 就是社會的結構 是一直在改變 最比較冷靜事情 對於未來也是無法簡單預測 他個人在受到教育如何工作 還有賺錢上面是怎樣看待 就是 這個整個未來世界的 那個生活 我想未來大概都已經來了 只是沒有劇院的擴散 對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有一些地方 已經是 未來的情況 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是 還沒有是未來的情況 我想我們剛剛說 台灣跟日本互相學習 大概都是因為在彼此的 實際的生活裡面看到說 對方的某個部分是 我們未來的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 只要參與未來的創造吧 大概就不會覺得 好像難以預測 或是很害怕或什麼 其實這也是扣得到最一開始說 為什麼公務員 如果自己也參與 這樣子開放政府的過程 他們就覺得 那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個是我們也有參與的一部分 但如果都是長官指派 那都沒有跟他講理由的話 那到最後他們喪失了這個能動性 也就沒有辦法預測 這個未來會是怎麼樣 所以當未來的自己 越沒有參與 就越會覺得恐懼 但是越有參與 越覺得說 這個世界的未來 有一部分是透過我 來到這個世界上 然後活成到世界上 那這樣子就會越篤定 這樣的話是說 其實讓大家 都要用開放的心球 然後去參與這個國家 或者什麼之類的出來 如果你覺得有一種未來 是很適合的 那你就先成為你想要看到的改變吧 然後跟類似的朋友們 一起組織起來 然後把這個改變的 游烈 如實地讓整個社會知道 那這個就是社會創新的重點 就是所謂的 眾人知識 眾人組織 眾人知識 如果只是讓少數的NPO 或者政府來做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 就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好像黑箱一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能夠在他的社區 先做一點 先做一點 做得好 再擴散到全世界 或擴散到中央政府等等 那這樣的話 他就很清楚 幾件要來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這就是他 自己先試過的事情 那我至於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至於國民教育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要做正向 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教改對我來講 這個是我已經經歷過的事情 我就完全不會感到恐懼 這樣 謝謝 那我想每個人都可以實現行這 所以只要你確認說 你在意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把它活出來就可以了 謝謝 那請問像那個孫 你有沒有想到你的 我就是覺得說 就是年輕人好 對 大家都是年輕人 雖然 現在日本他講說 一百年人生一百年時代 就是有一些高齡 他可能對科技 不是那麼熟悉的 他還要怎麼辦 或是說 我另外一個想的問題就是說 會不會偏鄉 就是對於數位來講 他們可能是少可能 其實年長的人可能也是 稍微有點弱勢 在這種狀況上 我常比較 地步上不講 可能就能不能 我們生下來的時候 我們科技其實完全不 畢業務這樣 那些 我想你們可以有什麼 記得 我想像我們在公務上 我們也發現說 這支筆就已經差很多 在 對 不用這支筆 對 然後大家都覺得好新奇 對 就是 其實 越貼近你本來的生活 習慣的數位技術 就是越好的 我們叫做 越實切或越適當的 越appropriate 對 那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 為什麼是技術配合社會 而不是社會配合技術 你要每個人都去打字 學術入法 對 很多人來講是很辛苦的 但是拿支筆在這邊寫 大家都會嘛 因為小時候都至少用過筆 台灣十字率還蠻高的 對 或者是說像 你要教這個 娃媽 去 就是 運用最新的 就是 技術去一些城市啊 或什麼 也許他會覺得說 你花這個時間 學比較久 但是 如果把它直接放到VR裡面 然後把它想要看的東西 好比像說 我去歐洲旅行什麼 我帶一些 360的這個 影片 或者是一些場景回來 我真的請娃媽 進VR 在VR裡面去 去體驗去舞動 那對他來講他就是 他不管是手勢 走路 或怎麼樣 那就對他在社群生活中 沒有兩樣 他也就沒有什麼學習曲線 對 或者像我們這一邊空總 我們對角就是 大家會看到那個 紅色白色的 進化化石隔壁 的那一棟 叫做音響實驗室 那你如果一走進去 它那個音響一開 那你眼睛一閉上 就好像到了萬華的街頭 或者到了什麼 其他的地方 所以它是透過聲音的方向 讓人能夠立刻 就進入一個情境等等 那我們約發展這種 叫做沉浸式的技術 你就越不會有 你剛剛講的說 那我是不是要改變 我的習慣 來配合技術 的問題 因為是技術來改變 他的習慣 來配合你 像我之前有到一個 講電動車的一個論壇上面 那他們就說有很多開車開很久的人 他如果旁邊的車沒有引擎聲 他是不習慣的 他沒有辦法判斷 車子離他的距離 那他自己的車子 如果也沒有引擎聲 他沒有一個參照器 所以開的時候 就那個還不踏實的感覺 有聲音 對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配個音響 發出聲音來 或者是說 你車內的那個密閉空間 就算旁邊的車子是電動車沒有聲音 未來5G的時代 因為我們有B2B網路 他可以偵測到旁邊有一輛車 他就合成那輛車會發出的聲音 讓你聽到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技術去配合人的習慣 不是要求人 去再硬悄悄的情況下去開車的習慣 那反正你在車子裡面自己 放旁邊的引擎聲音 也不影響到旁邊的人 這是最好的一個情況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開發技術的時候 就是要隨時都採取一個比較謙虛的一個態度 隨時問說 哪些人還可以include 哪還可以喊容進來 而不是說 我們因為追求這個第一名第二名 然後去把大家exclude 把他這個棄決在我們的社會之外 所以變得說是廠商 他可能需要注意這一點了 對 我覺得我們是被動的 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像沙盒啊 創新實驗條例那麼重要 就是我們希望廠商能夠出沙盒的 這個都是當地的朋友們實際體驗過之後 覺得是好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在當地的那個測試 好比像說台北的沙盒 馬上就要開始把出公車專用道 無人工程 那或者是好像愛河的那個 無人太陽能船 那等等等等 那這些都是在大家 像就是新義的那個公車專用道 隨時可以經過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技術不安 或對於這個技術有疑慮 或怎麼樣 他是不可能出沙盒的 這個廠商絕對是個母規 就是他付了學費 大家都學到 不要這樣做 這好像反向的樂透啊 一個人損失很多 大家都賺一點點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廠商才有那個動機 去跟社會進行對話 把社會的常規 變成它的產品的一部分 因為不然 他就不能出沙盒 所以這個沙盒的概念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讓社會的參與 結構化而且制度化的一件事 廠商必須要考慮到人性 對 就是如果他不顧社會的影響 不顧社會反對的話 那他根本不可能出沙盒 那沙盒實驗一結束 他就還照雕小 就告訴他 那除了這個之外 像我們公老人 應該要 您覺得或許 你要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來適應 多少還是要適應一下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一定是數位基礎 來適應大家 而絕對不是大家來適應 不偏鄉少 還有什麼比較好 對 我覺得我們的偏鄉 其實已經是最好的狀態之一了 那反而我經常聽到的 都是所謂不刪不施 就是沒有被認定是偏鄉 但是又不是都市 的那一區 對 當時那個偏鄉 對 因為偏鄉 其實大家一想要宣線 或者是像大的一些企業 像華碩等等 他一定就是悠閒是偏鄉 那我們要設基地台 御山北峰 這個多有象徵意義 馬上就有死居 現在吃到飽 對 所以現在御山北峰 這個收續很可能比 其他地方還好 因為沒有別人在用 所以 對 絕對沒有栽車的問題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像這種很有象徵性的偏鄉 其實數位資源蠻多的 反而多 那大家會覺得說 像我們當時有去恆春 在講在地的醫療資源 那他們 我後來就說 很像奔道裡的離島 因為它不真的是離島 所以沒有離島條例的適用 對 那但是他離大醫院 看起來有路可以通 可是開車要開90分鐘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反而是些所謂不善不適的情況 反而很嚴重 那但是 你會覺得它是最好的觀光景點 怎麼可能沒有資源 所以就有一種這種落差的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工作 尤其地方創生的工作 就是在去陪例這些所謂不善不適的這些情況 然後去引進應該要有的資源進去 像恆春的例子 我們恆春醫院的那個改建案 也是透過恆春當地跟當地的遊客的連署 然後實際去把它做出來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平均基於 就是所有人的機會應該要平均 在台灣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的偏鄉 我們的原住民族的區域 我們的離島 現在大概98%的網路科技性 那即使是這樣 剩下2%就大概都在高山上了 那這個內政部也說 他們還是為一切的力量去設置 所以我想這一點我們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是偏鄉反而是最嚴重的 就是越偏鄉反而越沒有那麼嚴重 反而是介於鄉村跟都市中間的這個地方 是需要大家多關心 對 實際上落差而已 對對對 謝謝 好 那老師 我突然有問題想要再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他有提到就是高齡的人 他們在學習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面對一些新科技 然後相對來說就是 這可能也是我自己的偏見 就是他們可能也會被一些假的 或是遜體什麼之類的 很容易給影響 他們可能是從60歲 開始才開始有智慧型的手機 第一次接觸 因為他們以前可能是對於小孩子 最不喜歡他們玩電腦 然後用什麼一些平板那些東西 就是他們自己有了手機之後 反而就相對他們在接觸訊息上 有的時候也是會比較 怎麼講 容易被影響這樣 那您覺得是方便的話 我覺得那是因為就是資訊揭取的管道 比較單直化嘛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 我們隨便看一件事情 至少就有三四個資訊來源 那可能裡面兩三個是數位的 那也有認識的朋友等等 那但是如果你的資訊來源只有一個 就是你的我不知道同學會的 那不管你是幾歲 大概都會有這個偏聽的狀況 這並不是跟年齡有什麼關係 就是純粹是一個資訊來源的事情 所以我當然是覺得說 我覺得像上次的公投嘛 我們就看到有很多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也正是因為那樣子的公投 所以也讓很多年輕人願意開始跟長輩 談這件事情 因為他要拉票嘛 那我反過來長輩也想拉票了 所以哪邊拉倒了 但是至少說這樣子他們願意開始對談 就表示他們彼此各多了一些資訊來源 就不會只有他們各自的同門層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隨著我們對事不對人的這種民主的深化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只會改善 它不會變不好 反而是我們如果都是對人不對事的話 那才很容易當同發醫什麼的 那去年大家有在講什麼 類似同溫層這樣的一些 您覺得就是在數位時代裡面 也會有類似這樣 因為大家都有偏聽的情形 然後就開始發 您覺得這種未來會有改善的一些跡象嗎 我覺得隨著時間過去 就是你能夠使用的資訊來源變多了 那願意使用 好不像說搜尋引擎等等的這個能力也提升了 那我覺得還是會越來越好 那特別是像我們現在的那個媒體素養的一個 資源網也上線了嘛 mlearn.moe嘛 那在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並不只是國教的系統 它也包含社區大學的系統 樂靈的系統 甚至宏道老人基金會啊等等這些 NPO大概各自都有各自的渠道 去把這些能力分享出去 取配力 因為畢竟對於長輩來講 他也不想當家族 亂群組那個總是被糾正的那個角色啊 其實滿沒面子的 對他們也希望能夠學會之後 跑回來糾正完備啊這樣 社會意味就提高了 所以他們一定是有學習動機的 不要輕視長輩的學習動機 對主要只是說這些樂靈的學習的據點 這些社區大學等等 他們的教材教法 怎麼樣子跟國教能夠即時的互通 那然後翻譯成當地的 不管客家話啊或者台語啊 或者住民族新住民語言啊等等 那這一部分我想都是 國教語言發展發 原住民族的教育法 跟現在這個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 都通過之後 我們會放很多的資源在這個上面 所以你也就是樂觀看待說 未來台灣這樣 畢竟有點水火步不容易 去年一段時間 一路是這樣 對對對 我們說這個萬事萬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對 然後我們可能 就是在這個光找到缺口 或缺口進去之後 那我們可能會越來越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什麼 畢竟就是同一個地方 國民嘛 就是大家知道我們 是在什麼樣的學資源這樣 知道說 沒錯 好的 謝謝 那我大概 還有一個小問題 那我自己私人 就是洪光層這件事情 雖然是有點違反人心 當然 我想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比較避免 被訪溫成影響 一定是記者 因為多半可能還有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信仰 當然 一定 對 像您的話您會怎麼 因為我聽過有個老師 他說 我就是訓練自己 我從來不去點任何的那個 不進去看 因為一看 你說像Facebook牆面上面的 對 我整個牆都拿掉 我根本沒有牆面 對 我有安裝一個叫做Feed Eradicator 那它就是一個插件 那這個插件 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把你的Facebook的整面牆拿掉 然後直接換成一個立志的格言 然後比方說 True freedom is impossible without a discipline 對 這是阿德勒 對 不知道您看過什麼東西 對 完全 事實上你根本沒有 沒有可能去 洩漏你的這個 給Facebook的那個 寄生的演算法 因為牆面都沒有了 那但是 對 但是我還是騙有Facebook 就是說我還是會 PO我的直播啊 或是發文啊 我還是會 私訊啊 那我還是可以 就是去看其他人的profile 對 就說簡單來講 主動的部分 跟用一個瀏覽器 一樣的部分 都保留著 但是被動的部分 就好像一直滑一直滑 就是由人工智慧來決定 我的心情 的那個部分 是整個拿掉的 因為我並不想要我的心情 被人工智慧決定 對 對 所以這個Feed Eradicator 也可以考慮 或者也有人把Facebook App 拆掉 就只有Messenger 這也是有的 其實 在人工智慧上 再簡單說一下 就是您覺得在 因為畢竟 它也就像你剛剛說 我們被人工智慧 也是漸漸的 就是影響到我們 日常 決定我們的感受也是 對 那你覺得在今後來講的話 就是您希望就是 以正面正向的角度來講 你覺得人工智慧 在網路 網際網路 不是數位上的理念 你希望它是走向 有什麼樣的趨勢 所以我都說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時的智慧 大概不會 不會是叫做人工智慧 因為assistive的意思就是說 你決定方向嘛 那他幫你把細節解決掉 對 但是把細節照顧好 就像你請你的秘書一樣 你還是隨時可以去問責於他嘛 他還是要當責嘛 就是可以出交代嘛 一個不可以出交代的秘書 大概馬上就被fire掉了 對 對 就是說這是一種信任關係 那他越值得你的信任 越讓你覺得說是為你的最佳利益而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越願意再給他多一點 你的個人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再擴大一點來講 就是說像台灣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叫空氣盒子 就是不是只是單純的 每一個人關心空氣的品質 而是這些關心的人 自己組成了一個網路 叫做LAS社群嘛 在眾議院成立志老師的協助之下 有一個像紙包在哪裡啊 等等的這些公民科技 當然能夠很快的一眼就可以看到 實際的空氣品質的狀況 那我很還記得當時他們到 快要來千個觀測站 而當時環保署只有好像77個 還是87個的時候 雙方的這個正當性跟社會認受性 就很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旁邊有很多學校同學 朋友都在家裡你比較近的這種 雖然比較不準確的感測器 跟環保署家裡你很遠的感測器 那你當然相信你朋友 但也不會去相信環保署的 所以這個時候環保署 就面臨一個正當性危機 那我去聯合國相關的組織分享的時候 很多國家都認為說 我們根本不會讓他到兩千個 到兩百個不到 我們就會請來喝茶了 威脅政府這正當性的 怎麼可以接受的事情啊 那我們就說沒有 因為台灣都是 我們看到這種就是 大部分就加入啊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去前置這種公民科學 那相反的我們會去跟他們談 那我們也真的做起來跟他們談 這個叫做民生公民五聯網的一個計劃 那他們也告訴我們說 他們願意讓我們分享他們的正當性 就是加入類似像分30張本這樣的網絡 大家共享資源 他們也願意改成我們這邊用的國際的資料格式 但他們有這個集體協商嘛 所以有對價嘛 對價就是說 他們有些工業區啊 他們沒有辦法進去裝監測器 那所以希望我們來幫忙 那我們一談就發現 路燈是公家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工業區裡的路燈架 他們的那種空氣盒子 而不是環保署的整個側站 那所以等於是互相拼拼圖 那這邊現在一萬個嘛 那政府可能也一萬個左右 那兩邊架在一起 我們就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空氣的狀態 所以這個社群現在就開始對水盒子做一樣的事情 那要解決就是農地工廠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它有污染水源在那裡上 經濟部是可以斷水斷電的 那但是你若去集合那個工廠 它一定說是上有造型 或是我做的 對對對 那所以現在 同一個空氣盒子社群就正在做水盒子 也是很便宜 你賣了之後你就放在那個灌蓋區裡面 它就透過物聯網直接把水的品質上傳到分開市場 你有沒有辦法竄改 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稍微算一下 因為水的擴散比空氣好算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到底誰才是污染源 那所以所有自己覺得沒有污染的廠家 跟農人跟當地的地方政府都會願意去參與這個資料治理 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總統的黑客森 我最看好的案子之一 我覺得這真的會讓我們進入一個資料治理 不是政府治理人民 而是人民透過每個人都是資料的產製者 組成一個類似集體協商的組織 然後來參與治理的這樣子一個能力 那在日本他們也有在考慮這樣子的 他們叫做資訊銀行吧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其實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資料集體協商 資料合作組織是類似的 不過他們採取的比拟是 就是好像你的資料組在銀行裡 你可以對它有一些控制權 它可以產生出價值然後分錢給你 那台灣這邊我想還是供應價值為優先 環境正義為優先 那當然也許未來可以分錢 但是那個是先確保正義 得到聲張之後的事情 對對對 好像那個鄭文寧其實是期待一個 就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互相一些工學 然後創造一個更高 更高素容的一個信賴感強的功能 這您覺得應該是希望台灣未來可以得到嗎 我想台灣這個已經有相當多的意思 那尤其像BBC報導的 空氣盒子之後 我想這個在全世界的公共行政界 大概都是有相當好的啟發作用 也其實已經寫成了很多國家的教科書 裡面就已經有台灣這個例子 所以我都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可以值得 難怪也讓日本就是希望可以來跟鄭文 然後能夠學習跟學習 謝謝 謝謝 謝謝鄭文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